Om 阿拉巴 撒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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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礼本师自家牟尼夫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证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化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所自愿 结入来真实以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和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世间品》当中分一个有情世界和七世界 有情世界当中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十二缘起 还有众生在轮回当中如是流转 这个过程讲得比较详细 那么今天开始讲 一世失去之力 他一世最后的去除之力 这方面也有一个分析 他这里讲 我们最后心灭尽的时候 灭尽的时候心态是以根实方面来灭尽的 还是以意识方面来灭尽的 从这方面分析的 他这里说断绝善根与结合当心是什么意识与根实呢 我们经常前面也已经提过了 比如说有些人生邪见 生邪见的时候 暂时他相续当中的一些善根已经断了 还有他相续当中如果受了菩萨戒的人的话 他的菩萨戒也已经坏了 已经坏坏了这个菩萨戒 然后如果是别解脱戒的人的话 受有别解脱戒的人的话 那么生了邪见或者是生了邪见的话 会断了别解脱戒的戒律 那么断善根的心是意识方面的一个心态 还是根实方面的心态 这方面做分析的 他这里说 以邪见断了善根 以正见等结起之心 结合的心也可以 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前面对比如说受了别解脱戒 但后来生了邪见 对上师三宝也好 或者是没有善恶因果轮回等等 这样生了邪见以后 在相续当中的戒律的相续也已经断了 然后相续当中的善根 暂时已经断了 在这个人的阿拉雅上面的 所谓的善根 当然他的种子稀气都是没有断 但是暂时现行的部分全部已经断完了 他的善根已经断了 这个时候后来就是用邪见来断了善根 邪见断了善根以后 后来用正见结合起来了 意思就是说 原来是我生邪见 相续当中的善根就没有了 但是现在有起了正见 起了正见的时候 原来的善根断了以后 现在就愈合 就像我们上口愈合一样 现在开始结合起来了 结合起来的话 实际上是比如说 输戒的话 必须要按照仪轨来输 以前是输别解脱戒 然后你是一个萨米 你是一个萨米的话 当时你生邪见 后来就是撒米戒已经破了 撒米戒已经破了 后来你有起正见 我们有些人是今天去邪见 明天去正见 今天我又生邪见了 但是这样后来有起正见的时候 其实原来破戒的部分 你就不能恢复的 就是你必须要 如果你是萨米的话 那你重新按照别解脱戒的戒规 没有重新受萨米戒的话 戒律不能恢复的 但是他的心和善根可以连接起来 然后菩萨戒也是同样的 如果以前受菩萨戒的话 后来生邪见而断了菩萨戒的话 以后必须要按照 罗姆菩萨或者无足菩萨的仪轨来受戒 没有这样受戒的话 这个戒律也不能延续下去 所以他这里意思就是说 断了善根的以后来以正见结合的心 戒地中远离贪欲的入定 我们三戒当中 九地当中 三戒九地吧 他那个《俱舍论》当中 三戒分九个地来分的 那么三戒九地当中远离贪欲的入定 有些圣者和凡夫 他远离贪欲 远离贪欲当然是通过 出世间道断除习气而入定的也有 通过世间道暂时断除 出大部分的这种入定也有 这样入定的心和 还要以其费力作与出定 从入定当中出定吧 从入定当中退世 死生之心都是唯一称虚为是意识 这里我们认知众生死的时候的心和 戒生的时候的这些心 那么这些心全部我们曾认为是意识 不是根识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其他多数都是颠倒的分别念 刚才除了有些如定这些以外 比如说神邪见等等 这些都是全部是颠倒的 尤其也有颠倒的分别念 就是我们它这里的所谓的颠倒分别念 实际上是不符合真实的实际意识 意思就是说无根识的话 它是非颠倒的 比如说眼睛看见外景的话 那么这个是非真实 非颠倒 然后我们心的分别念 前面我们讲过 一般来说大多数都是颠倒的分别念 不管是正见也好 邪见也好 这些可以从自信分别念的角度来讲的话 可以成为颠倒分别念 因此在这里的大多数应该成为颠倒分别念 有些虽然不是颠倒分别念 但在根识当中是不存在这些 比如说刚才生 死 如定 还断三根和结合三根 然后褪失以及利坛等等 这样的这些心态 在根识当中我们严根来入地 然后逼根来入地 然后依靠根识而死 依靠比如说 依靠眼识而死 然后依靠鼻识而死 这种现象是根本不会有的 所以他这个生和死全部是在意识的状态当中离取的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 然后为师宗的话 他们死的时候应该是按照阿难耶事上面 他整理这个意识上面 如果再详细分析的话 也有这个差别 按照为师宗的观点的话 应该死心是阿难耶事上面 五足菩萨专门讲阿难耶存在的八种道理 八种道理 其中说如果阿难耶事不存在的话 那么身心和死心不合理 等等由这方面来矫正 然后是这样的 有些 下面就是身心 死心 然后死心与身心 亦与等舍 我们这个心有乐受乐的心和痛苦的心 还有不乐不苦的平等的心吧 这叫做等舍心 那么人死的时候 人也可以 其他众生也好 那么众生死的时候 死的时候 戒生的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应该是等舍心 就是等舍之心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佛经里面也不是讲 死亡的时候有很多的痛苦 那么这些痛苦到底是什么样 因为死实际上是一刹那的心 我们前面讲死有的时候也是 所谓的死实际上就是你断命的刹那 那么这个刹那应该是一种等舍当中 很多人首先都是特别痛苦 然后你死的时候好像已经没有什么痛苦了一样 就稍微好了一样 这个时候就你死了 所以前面肯定有痛苦 死亡的痛苦肯定有的 这个肯定是痛苦的 不是等舍的心 有些可能前面也有一些快乐的心 但是你现在真正端气的这个期间的这种心态的话 应该是等舍的心 就是不苦不劳的这种心 然后戒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终生本来生老死病的话 就是戒生也有很多的痛苦 就是他前面就是在中阴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痛苦 然后在如胎以后的痛苦非常多 这些都是包括按照生老死病里面的痛苦的分析来讲的话 这些包括在生的苦里面 但是你真正我们前面讲的居士论里面就是讲生有 生有的话这也是一刹那 那么一刹那经当中的这个心态实际上也是一个等舍 他不是哭的也不是乐的 所以说一般这个小孩的话 他真正如胎的这种生的插来的话 我们就是说生有吧 生有刚好如胎的心吧 这个心实际上是一种等舍 不苦不乐的 然后如来胎以后太重的痛苦 折合降生的痛苦 我们世间上的所谓的生和居士论里面 所谓的生有点不相同的 那么世间的这种生的话 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生出来 然后这个叫做生 那么居士论的话 他一般戒生就是 什么时候把中游的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 已经如来木胎 或者他这样的环华糊糊的状态 马上已经入于世生也好 胎生也好 或者单生也好 单生最近也是中国有一个双胞胎 不是有四胞胎 有四个孩子一起生出来了 他们都觉得这个是非常稀有的 是南京还是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都觉得非常担忧 然后他们父母也是非常伤心 现在这些四个孩子如果读大学的话 读大学要玩的话 他们说是一个人 一般现在城市里面的开销 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 要大概三十万才能把大学毕业 他学费全部交起来的话 可以 然后如果四个孩子算的话 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一百二十万的话 那么他们家庭怎么样能承担 所以他们特别痛苦 前两天开始降生 所以不管是双胞胎也好 四胞胎还是五胞胎 可以怎样说吗 胞胎 双胞胎 那么这些众生吧 这些众生的话 我们这个可以说 但有些人确实我们《俱舍论》当中前面的缘起 还是非常重要的 心事随时都是可以入胎的 所以在身体的这种条件 很容易聚合的 因此世间的人们都是认为 生孩子从这个生这样讲的 但是《俱舍论》当中的所有的生有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刹那 那么这一个刹那的角度来讲 刚才那个生的心态 应该是一种不苦不乐的 我们现在都是也想不起来 当时你如胎 降生这些都是也想不起来 如果真的能想得起来的话 这一刹那应该是灯色当中 应该是一种灯色的心态当中 所以他这里也分析得比较细致 因此一般比如说 像异乐的天人 天人有些没有灯色的心态 最后他要死 生 或者是死的时候 他一定要原来是入顶 入顶真心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数 没有这方面的数 最后要死的时候 天人出顶 出顶以后 有些真心当中 比如说四禅顶的话 四禅顶的真心当中不能死 应该就是他推射到灯色上面开始死 也有这样的 天人死的时候也应该这样的 原因是死心与身心是不明了 他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身心和死心是不明了 应该其他的一些心比较明了 比如说苦 乐 这些大家都清楚 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在这样的心态当中 一般来讲是 可能有些圣者也有一些特殊的 也不一定是按照举手论里面讲的 死心的刹那也是 必定是灯色 这方面不一定 但是其他一般的众生都是灯色的心来死的 死多无有一缘灯刺之心 死多他没有一缘灯刺而来死的 这样也是没有的 还有无心当中 我们前面讲的 有五个无心的氛围 无心的时候 这些也是没有死多 因为死多害于心 一般死的时候 对你的心是有害的 而且灯刺对心是有帮助 有利益的 因此死多是不可能有灯刺当中死的 这样也没有的 所以一般刚才讲的一样 天人他死的时候真正灯刺当中触定 触定以后他开始推死到灯刺上面死去的 然后生性也无有灯刺性 生性 生的时候也没有灯刺的心来节省的 灯刺性是善法 而生有是烦恼的缘故 我们前面讲了所有众生生的时候 全部是烦恼而生的 只有大乘菩萨非烦恼 他故意降生来到人间 这样的现象也是有的 但一般来讲是生有 按照据手论的观点 前面所讲的一样的 全部是生有为烦恼 所以没有一个灯刺当中产生的 这样是没有的 当然大乘有些经典里面 以菩萨不可思量的一些灯刺来接生的 以不可思量的一些法院里接生的 以不可思议的幻变里接生的等等 获得始终自在的时候 也有这样如虹如莽的现象 但是这个是大乘的不共说法 按照据手论的说法的话 那么应该身心和死心 全部是没有灯刺的心 如果有 好像讲义里面没有说无心吧 就是刚才颂词里面有个无心 是不是掉了 一缘无心 皆无有 就是一缘无心 意缘是值得灯刺 灯刺而死的也没有 然后这个无心 无心的话 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像汗水 乳钉等等 有五个状态吧 那么这五个状态 无心的时候也没有生 也没有死 无心当中死的 无心当中生的 这也是没有的 如果有三种私有 我们这个私有的时候不是讲了私有 三种都有 善也有 恶也有 还有无极法也有 那么阿罗汉最后死是什么样呢 如果有三种私有 死的时候有三的私有 恶的私有 这里无极的私有 这样的话 阿罗汉最后圆寂的时候也是什么样来圆寂呢 无与涅槃的心是无极法当中 异熟生与唯一心二者 阿罗汉无与涅槃的时候 他的心应该是异熟生和唯一心 或者以异熟性来离开的 或者以唯一心 除了这个以外是没有的 善心和恶心 当然恶心阿罗汉肯定没有这样离开的 然后这个善心 但有些俱世论的日光书当中 俱世论有个叫日光书 日光书里面说是 阿罗汉最后死的时候也是个善心圣 一善而离开的 这种显现也是有这种特殊的说法 但在这里的话 他只有异熟生和唯一心二方面来离开的 别的是没有的 别的就是没有的 因此他都是无腐无忌 善恶和无忌生当中 他是属于无腐无忌生里面死的 他是这样讲的 然后我们下面讲 那么六道众生实际上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最后 将自己的心事离开 每一个众生他离开自己的心事的时候 身体的哪一处 开始离开自己的心事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讲的 而去天人阿罗 阿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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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阿罗罗 罗汉 阿罗汉 是吧 我想是怎么有个阿罗 一般俱世论里面好像 阿罗都不敢提一样的 就是天人和人 阿罗一直不说的 他一直藏在什么地方 意思是说 三恶趣和人 阿罗汉 他们心事灭尽 死的时候恶趣的这些众生的心 在脚底开始离开的 然后天人和人 即见和心见 然后阿罗汉 心见灭尽的 最后我们意思是说 众生的心从什么地方离开身体 离开身体 就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清醒分济 易水等 那么最后断气 断气是依靠什么样的因缘呢 就是断气 死的时候依靠什么样的断气呢 依靠水 风 还有火 火 水 风 就是以三大来离开自己的身体 他这里面抵达没有包括 灯子里面已经包括了风大和火大 然圣者造无间罪 圣者造无间罪者 彼等趋入真邪道 那么圣者和造无间罪的这些人 他一定是要趋入真道或者邪道 其他的众生不一定的 造无间罪的人一定是堕入地狱 他的方向已经搞定了 还造三叶的圣者获得无云涅槃 这也是搞定了的 他这里这个意思 死亡之时 包括身体在内的根在 身体的哪一范围内灭气呢 我们众生就是死亡的时候 死亡的时候他的根在什么地方灭气呢 他这里根也可以说 心事也可以说 那么这样的根是从合作灭气呢 所有的化身等顿时死亡者 亦与身体同时灭气的 这个没有什么说的 比如说你化身的有些众生的话 生等根和义根同时灭气的 所以身体的哪一部分灭气呢 这样都没有说的 他化身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 依靠大圆满红身成就的 有些直接前往清净刹土的 就这种现象的话 他身体突然灭气 身体和他的心事同时灭气的 所以从哪个地方行事出去啊 没有这样的说法 但一般的众生 其他的众生来讲的话 他的心事灭气的范围是这样的 善恶去以任何天界以及不转善有的阿罗汉 如果死的话 他如果以次第而死 那么在转生善恶去者他的住下 他的心事灭气的地方是住下 然后转为人者 他的心事和根是从极箭灭气的 他的来世来决定的 比如说这个人呢 如果他的来世转到善恶去的话 那么他是从脚底离开身体的 然后如果这个人以后就转到人间的话 那么这个众生他的根是从极箭而离开的 然后成为阿罗汉在心间意识潜移 就是他的意识潜移 意识潜移 我们知识里面也是有这样的 本来大家都知道 我们前一段时间讲过 这个破坏这个秀的时候呢 意识本来是没有什么形状和颜色 就是他没有什么阻碍的 所以呢就是怎么会是这个离开身体 要离开身体的话呢 意识应该有这个相状 有形状 或者是有这个颜色 就是这样的有一种这个实质性的物体的话呢 就是才可以这个离开的 那么如果他没有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怎么分析呢 居世论这个知识里面就是这样讲的 他所谓的这里意识呢 就是他的身体的根是 身体的根是最后就是从那个根是 在那个范围当中灭尽 那个范围当中灭尽 那个范围里面灭尽的话呢 那么这个算是意识灭尽的方向 就是应该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这个是大持阿比达摩当中也这样讲的 大持阿比达摩的话呢 就是他说是那个 如果这个众生的来世是转生于善去 就是转生于人啊 天啊 阿修罗啊 就这样的话呢 那么就是他的这个根是呢 就是从地下就是往上这个树 就是这个根是呢就是往上这个树 就是最后呢就是从这个上方消失 就是他的这个根是是从这个上身呢就是离开的 如果这个众生的来世呢 就是转生于恶去 转生于恶去的话呢 那么他的这个根是呢 就是从上面就是往下就是最后这个下身呢就是离开的 所以一般我们这个从这个众生的这个身体的体量来看的话呢 这个众生死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有些众生要得解脱的话呢 就是他的徒部啊就是上身部分呢就是一直是有这个温暖的 下面呢就是早就已经凉了 这说明呢就是他的来世转到这个善去当中去的 有些众生这个死了以后呢 就是他的这个上身呢很快就凉了 但是这个下身呢就是一直是这个就冰冷的就一直是这个 一直是热的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明这个 往那个就是三恶去这个去的 就是按照这个大致阿皮大摩 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原来法王如意宝也不是说过吧 有一次他的那个小狗呢就是这个死了 然后死的时候 就是好像那个身体这个上方的这个热气呢 就就慢慢慢慢消失了就是好像在这个下方去了 然后上师呢有点着急就是马上叫那个门叔孔熙母 叫他们念那个西戒头 念完这个西戒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 然后那个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温热呢就是往上就是 就是最后呢就是这个土顶上很热就是整个全身呢全部都冷了 然后上师在我们这个讲课的时候也说是这个西戒头的这种功德呢不可思议的就是 就是不说是这个我们这个来世造的这个即生当中 专门在他的耳边就是这样念几遍的话呢 那么这个他呢就是马上这个气消就是马上这个众生呢 就首先好像这个上师他老人家的这个观察就是 他有时候呢也是显得一般凡夫一样就是 现念的就是一种推力来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观察的话呢 他也有点担心是不是这个小狗呢就马上转到这个三恶去去了 就是看他的这个身体的热量来这个分析的话呢 是不是马上转到然后他就有点担心 但后来呢就是确实是从这个这方面来观察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转生到这个三恶去当中去了 不会这个堕落的也有这样这样就说过吧 就是所以他这里众生的话呢 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热量呢就是也可以这个分析就可以分析 那么这样的话呢刚才我们这个提出一个问题 本来这个心身呢他没有这个颜色和形状 没有颜色形状的话呢 那么怎么说是从这个身体的上面离开下面离开就是 那么这个问题是从何起谈呢就是从什么地方就是谈起呢 那么这个呢就是居士论这个知识里面就是实情论师呢 就是他自己就是专门就是回答过 就是通过一个比喻来这个回答的 通过一个比喻来这个回答的话呢 虽然这个身体是没有这个形状和形状 就是用比喻来说明就是用比喻来说明 比如说我们这个燃烧的这个一个石头上面 燃烧的一个石头上面呢就是倒一点这个水 倒一点水的话呢就是根据这个石头的这个热量呢就是 也许这个水呢就是从这边就是慢慢慢慢就是干 就是从最后呢就是到了那边就是只剩下一点点就是 从滋涨后呢就是已经干完了 就是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这种逐边的这个根啊 就是包括颐根和胜根呢就是 就是生根这个角度呢就是可以推出这个一根的方向 就是一根的方向 所以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 一根呢虽然是他没有这个形状就是 没有什么形状就是 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去向呢就是 意识的去向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可以观察 就是所以他这里这个讲诺等文部 他这里的这个比喻呢就是按照这个知识里面的这个比喻 就是这个你们也可以这个看得出来就是 他这里就说是这个生根则如吃热的 石头上然后这个杀水立即消失一半 身体的这个足下当出灭镜 就是所以他的这个圣根就是 他圣根呢就是从何处灭镜呢 才整理这个意识的这个方向呢也是这样搞定的 就是并不是是意识他自己呢 真正有这个颜色形状就是最后呢 就是最后呢我们现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修婆啊开顶啊就是这些呢 就是这些呢应该是这个意识的方向这个高低而降的 就是并不是真正是那个意思呢就是出来的时候 你必须要就是开一个顶不然的话呢 就是他就不能出来了就是 就是就是他不是他按照这个俱世论和大致论都这样的话 他不是有至爱的就是也不是有这个主爱的法就是 就是不是有至爱的法 因此呢就是他不一定非要就是有个开顶 但是呢就是我们那个有些这个上师和瑜伽师念破话的时候 这一点呢就是只不过是一种这个期限就是 就是有一种也是一种这个象征就是 从他的这个破话的这种威力和殊胜功德智力的一种这个象征而已 因此呢就是他的这个仪式的这个去向呢就是他在这里呢就是也可以这样这个告定就是也可以这样的就是推断就是这样推断就是身体的这个足下当初灭尽 那么那么这个七夕分解是依靠什么这个因呢就是最后我们这个七夕分解七夕分解的话呢 众生的最后断气的就是真正要这个死亡呢 依靠什么样的因缘就是才这个死亡呢 这个七夕分解是因 这个他这里这个严丹丰丰就是三个兵吧 就是以这个丹丹就是这三个兵 就是这三个兵算是八万四千兵的来源 然后也可以代表这个水和灯子所包含的这个火和风就是 然后一再呢就是他就嫉妒纷乱就是嫉妒温乱就是 只是身体的部分失毁而死就是他的这个 比如说如果你这个疯病就是爆发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疯大就是不挑顺就是 然后这个丹兵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火大就是不挑顺等等 以这种方式来就是最后呢就是最后呢就是你这个离开的 所以一般人最后死的时候呢就是这三种病就是比较这个就强烈而这个死的 所以他这里抵达呢就是没有讲 抵达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不包括在上面的三大病当中 这个知识当中应该有说明的 那么死后将变成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人死了以后 所以我们这个死亡的分析的话呢 当然这里也不算非常广 但是我想前世今生论应该算是比较广的 可能我们在这边的有些金刚道尉最近也是有一部分 应该没有看过的希望大家好好地看一下 我一再给大家讲过所谓的对前世今世存在的道理 当然我们生意当中一切都是空的 包括涅槃啊什么一切万法全部是空的 但是在世俗当中来讲的话呢 所谓的前世今生呢就像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昨天今天一样 就正是存在的 但这种正是存在的道理如果懂得的话呢 世间的人不会这么与此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应该值得分析的 那么人死了 就是这个小乘当中的话呢最大的罪业呢就是造五无间罪 就是五种这个间罪 那么五种这个五无间罪的人呢 他一定会是堕入这个恶道 也就是说是生者死后呢立即得解脱的 就是立即得解脱 按照这个小乘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他获得了最后五语涅槃的阿罗汉 阿罗汉的话呢就是这是最究竟的 这个根据毕婆沙伦吧 根据毕婆沙伦的话呢 它是最究竟的解脱 然后有些大乘的经典当中 比如说《皆生密语经》当中 也是说是最后有究竟的三乘 就是菩萨乘和声闻乘和佛乘 就是中共有这个三乘 这个不是声闻缘居菩萨就是三乘是究竟的 但是最了义的经典当中的话呢 比如说像《棉花莲花经》 这些里面讲是暂时的这三乘不了义的说法 究竟应该是一乘的 最后一切众生一定要成佛果的 只不过是暂时入泥盘很长的时间 那么这个叫做究竟一乘而讲的 因此按照《白莲花经》的观点来讲的话 《《皆生密经》的观点也是暂时对未识众的众生而言的 然后毕婆沙伦的观点 暂时对小乘众的根据而言的 实际上这些不是究竟的 最究竟的就是获得佛果 这是解脱的方面来讲的 然后造无间罪的众生 他是堕入地狱的 他是堕入地狱的 这是没有什么扭转的 没有什么盖的 一定会是堕入地狱的 死完了以后没有中阴 他为什么叫无间呢 他是一般其他众生的话 他还是有个中阴 但是造无间罪的 这个下面还在讲 这个无间罪没有中阴 就制作地狱 所以这两个方向是已经决定了的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这个以外其他众生均不一定 其他众生的话 他的方向就是不一定的 我们《四百论》 《约等经》里面讲的 他各自的去向不同 因此称为叫做一生 也叫做凡夫生 什么叫凡夫呢 因为每一个众生各自的业力不同 他的去向都不相同的 也不是圣者 也不是造无间罪的话 有些是转到地狱去的 有些是转到旁生去的 所以他的去向也是不同的 然后按照《四百论》里面的观点 他说是 非真实的众生的话 大多数都是堕入恶趣 因为众生造的恶业比较多 所以不是圣者的这些凡夫人 大多数造的恶业比较多 因此大多数转生到恶趣里面去的 也有这样讲的 所以其他的众生 有时候是到善去去 有时候到恶趣去 这样他就像是品种的蜜蜂一样的 上下不定的 那么这两座众生 已经定了他们的方向 这以上已经宣讲了 我们所谓的七有情世界 有情世界全部已经讲完了 那么下面讲众生的七世界 这个七世界本来是 我们现在大乘的有些经典的观点 然后石轮金刚的一些观点 还有我们现代科学的世界观 对现代科学的世界观 不管是从宏观 微观 从哪个角度来讲 对现在的从天文学的角度来 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但是我今天在这里不光说 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要跟俱世论的说法和佛教 其实俱世论的说法不等于代表所有佛教的观点 我们所有的佛教的观点 大乘小乘有很多很多的观点 在这样的话 有些人认为是 俱世论里面说是四大仆族和须弥山的这种说法 跟我们现代科学的地球的说法是不相同的 然后原来银尘回忆录里面也是有一些 有些人认为地球是偏偏的 什么佛教把整个大地是变的 然后现在科学家认为地球是远的 这两个难道不矛盾呢 然后当时太虚法师也是在这方面 单虚法师也做过一些回答 我在佛教科学论当中也是引用过一点 但有时候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重要 过一段时间我们把现代的说法语 这个佛教的说法佛教说法当中也是 有些大德认为俱世论是有些不了义的说法 有些认为这是小乘的说法 有很多的说法 所以我们把这个到时候 如果有时间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在这里 按照俱世论自重的说法来解释 俱世论它自重当中对七十节的这种说法 也是有这样认识的 因此这个是我们大多数的很多论典当中 按照俱世论的说法就比较普遍的 但是所有的佛教的观点也不等于是俱世论的说法 还有很多很多各自续部和各大经部当中的 一些说法是完全不相同的 因此我们也不能说是俱世论既然这样说的话 我们所有的佛教的观点就是全部包括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先问我们今天这个部广讲 应该大概他的说法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生处七十节分三个方面 就是次第与量就是七十节的次第和量 然后旁数众生之量和别所次二量 第一个次第与量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宣说他的所以宣说能与和宣说众生之处 第一个宣说所以有分两个方面来讲的 就是宣说奉论和宣说遂论与经论 那么按照俱世论的说法的话 但这个也是与大乘暴行论的说法基本上是相同的 只不过是里面有一些细微方面有一些不同的 我们前一段时间可能法王如意宝给你们 应该是讲过 孟彭仁波齐那个讲义当中已经也讲过观缘起的时候 观缘起的时候应该是七十节是 众生世界依靠七十节所谓的七十节 所以我们比如说大地依靠现在大地的话 依靠经论 经论依靠水论 水论依靠风论 风论依靠空 虚空 空什么都不一 所以我们的心事也是这样的缘起 《大乘暴行论》当中也是已经讲过 然后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大乘经典当中 就是父子相会心 最后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 与他的亲生子罗侯罗跟他的父王金黄王 金黄王相会的时候专门说了一部大乘经典 这个叫做《福子相会心》 《福子相会心》当中专门也描述了七十节的一些形成过程 这个是吴光尊者在七宝藏当中也是已经引用过 所以这些问题应该光闻多学 才知道是佛教对这个事件的观点和说法不同 有些人现在的一些自学过一点的 没有学过究竟的话 好像只看见一个说法 认为是这个跟这个说法是不相同的 因此我先念见过 先念现为的东西是不合理 很多人是这样说的 但这种说法只不过是表现自己的一种 骷髅刮纹的心态 除了这个以外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那么下面第一个问题就是封论 就是讲这个封论 七十最下封论和十六落差光无所 他这里有情世界下面全说完毕 接下来应当阐述七十节 七十节是无量无边 各种各样 说字不经的按照《花园经》 《花园经》里面的七十节的描述 可能很多科学家最后还是会蒙蔽的 就不知道什么 因为《花园经》的七十节和《苗花园经》里面 所讲的七十节 我们释迦牟尼佛光传前面 也讲了一种无量世界的内容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 有些各位金刚道友的话 不要仅仅是看一个俱舍轮河 还有看一个阿罕经 现在在国外 比如说泰国和新加坡的法师 他们对阿罕经比较有兴趣的 然后阿罕经把所有的释迦牟尼佛的观点 释迦牟尼佛的这些佛法的观点 用阿罕经来解释 这样解释的话也非常困难 阿罕经是对某种众生 个别众生根基面前所宣说的一部经典 根本不能代表所有释迦牟尼佛的教言 所以应该我们对基亚学习一些消沉的说法 和消沉的一些经典 永远学习应该大乘的说法 还有应该学习迷称的一些不公的说法 和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观点 这样一来的话 整个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无量无边的众生 根据不同的这些众生面前所宣说的佛法 就是圆融的博大精神 所谓的博大精神应该意义在这里 否则的话好像只是片面的 有个别人心里面所想的这样抉择的话 不要说是我们佛陀 连可能科学家也是无法抉择的 所以它这里下面 我们这个世界如果真正从它的本体来讲的话 无量无边的 无格光尊者在七宝藏的前面专门讲了 现在所谓的披露哲那佛的血海如来 那么这个世界也专门宣讲过 那么这个宣讲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真的光学一个小乘的经验 那完全都是不足够的 因此世界无量无边的各种各样所作不尽 再次对我等本师说话的娑婆世界作以虐说 就是简虐说明 那么这里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 所调化的众生 所调化的世界 叫做是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的量下面应该有宣说的 所以所谓的娑婆世界的量 在这里简单宣说 对法宗关于七十节的观点 它这里也是对法宗 对法宗是我们俱舍论的宗派 就叫做对法宗 这也不是其他的宗派 按照对法宗的观点 对七十节的观点 那么下方的最初是一个大虚空 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心诸坏空 有四个阶段 这个四个阶段的这一篇的后面有宣说的 那么最后变成一个虚空 就是一大虚空 然后虚空当中形成世界的前兆就是微风四季 多年之中开始狂风不断 首先是微风四季 然后逐渐逐渐它狂风不断 从而形成了金刚 第一就是金刚 所谓的金刚不是不是 金刚也是无法摧毁的风论 它那个风论非常坚硬的 就是它这种风论 所谓的金刚也不能摧毁的一座风论 在这个上面一大风可以形成 在虚空当中一大风论形成 那么这个风论的量它的厚度 它这个风论也是大概的这样厚度 厚度就是一百六十万优秀 然后宽度的话 一无数 一无数指的是一二生七 我们时间来算一二生七节 它这里是一二生七的优秀 就是一二生七 一二生七的话 那么一个后面有六十个灵 这样的话为数非常大的 然后《福子相会经》当中也是讲了 它这个风论 那么这个风论的本体就是无来无去的 那么大乘当中把这个风论 也通过缘起的观察方法来说 所谓的风论也是无来无去的 最后据这为缘起空性 这是刚才大家应该知道 总而言之把这个空计虚空当中 最后微风四起变成一大风论 这个风论也有厚度和宽度 这样来分的 那么这个风论就是刚才虚空当中有风论了 然后风论上面这个水论和金论就开始形成 水论一百十二万 而后生度八十万 那么最后上面形成水论 水论的生度一百一十二万有许 然后在这个上面生度八十万的 其他的都是经论 生语的结成灵固的经论 水论经论之至今一百二十万三千 四百五十十三百 那么它的水论和经论中间的至经 至经 半经 在学习数学的时候 专门用一个三角尺寸 我原来读中学的时候三角形 就是三角形 现在普通话都是三角形 是吧 我们老师讲三角形 三角形 四角形 然后它那个至经吧 它至经的话 它这个不是半经 就是至经 我还是有一点点异乡数学 其他全部可能交给老师了 然后这个至经应该是至经的 它的这个筑片 筑长的话 它整个这个周围来算的话 应该算是三百 它那个中间的至经一百二十万 三千四百 四百由旋 然后整个周围有这么宽 这个上面的经论和水论就是这样讲的 在风轮的上面 与与牛宛如车轮的车柱一般降下 一次而形成深度一百一十二万由旋 具有金字净化的水论 它那个金字净化的这个 刚才风轮上面有这么宽大的 这么深的水论呢 这个不是我们大海的水 大海下面有金刚大地 金刚大地下面有这个水论 所以刚才虚空上面有这个风 风上面有这样的水论 这也是众生的业力形成的 有一种金字净化所变成的一种水论 它不直接流畅 它为什么不会掉落下去呢 这也是原因是众生的业力所迁 业力牵引 为什么业力牵引 这个可能我想现在学地理的人也是这样讲的吧 为什么是地球上面的这些大海呢 我原来都是问过 地球上面有这么大四大海洋的 为什么水不会掉落呢 然后王老师给我说 这就是地球的潜引领存在 就是地球有潜引领 那个时候可能二十多年前的 有很多老师听说是我的老师都已经死了吧 王老师可能已经死了 所以我想现在地理也是这样讲的吧 地理也是这样讲的 当然地球所讲的水和水论里面所讲的水不完全相同的 说法是完全不相同的 它直接不临床的原因就是众生的业力所迁的 在水论的上方 依靠风搅拌这些水 最后只是变得极为坚硬 就像我们有时候牛奶熬完了以后放在那里的话 上面专门结成一个凝固的泡沫 灵过的一些油脂吧 那么在这样的 刚才那个风论上面有水论 水论通过有风 以其他的风来交动 这样搅拌以后最后就形成了金刚大地 在这个水论上面 所以上面就慢慢慢慢形成了金刚大地 这是我们经常曼庄罗里面 就是下着金刚大地 所谓的金刚大地就是这个 然后金刚大地上面有七大海洋 七大海洋和七座金山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懂得 居世论对世界的说法 然后居世论对世界说法和 跟现在科学的说法闻不闻合呢 不一定非要闻合 这一点没有必要 但是它的说法我们一定要懂 如果你这个说法没有懂的话 很多经论解释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这个上面形成了金刚大地 其后水论的神度只剩下八万有形 其余的三十二万都变成金字 它上面专门金字的金刚大地 那么经论于水论至今是多少呢 一百二十万三千四百五十 三千四百五十应该是这里面没有说 但是应该是有形 它单位应该是有形 然后周围是远行的 整个周围大家都知道 整个水论和风论 经论 它的周围全部是远行的 因而七三百 它的至今生一三 下面是 显说能意在这个上面 它有什么样的能意呢 先讲 应该可以比较简单 显说能意分显说善和显说海 还有显说它上面的四大咒 然后第一个宣说善呢 须觅善于赤双善 赤足善于丹木善 善见善于马耳善 相比善于赤边善 这个叫做七大善 七大金善 而后来是一切诸 那么过了以后在善的外面 有我们所谓的南赞部族 白鸡露族 四大部在七座山的外面 然后彼灯之外 太为善 然后四大部族和八小族的后面 有铁为善围绕着 这是我们通过满车盘 以满车的供法 满车的这种画像里面 《大阳的前行》当中也有画像 来可以比喻成 然后七山为净的 他七山为 彼为铁 铁指的是铁为善 铁为善是铁做的 然后须觅善是四宝做的 四宝之之心 其后有业力所干 水轮与金轮上方流水如见一般降下 以此而形成各种各界的四外海 外面有其他海洋 依靠其中最强风的叫板 而形成其他的庄严 庄严庄观的妙高山 叫做须觅山 须觅山就是中间形成的 就像说我们一块板子上面 有些基论里面 我们在地板上做一些 比如说大米的一堆一堆堆在那里 就像四大山 七大山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又依靠中等风的搅拌而形成了山顶美观 如见而生息之彻而般的刺双山 它这里中间是虚密山 中间虚密山 周围就像是围桥一般的 围桥一般的 其他的七多山全部是围桥一般的山 但是这种山并不是围桥一样 非常上面是平均的 不是这样的 它此起彼腹的这种山顶 它还是山脉 是一种山脉的形状 就像我们现在喜马拉雅山 尼泊尔藏地是接近最高的一座山脉 也世界上也有很多很长的山脉吧 那么这样的 它中间是虚密山 然后周围它是持双山 这些是比较长的山脉围绕着它 并不是中间已经断了的 它是有这样的山脉围绕着它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然后这个叫做持双山 持双山 然后有金珠般的持珠山 有城乡林所掩饰的丹木山 山顶有坚而生息之时的三间山 马尔形状的有马尔山 山顶形状相比的相比山 山顶状如弗轮的持变山 这叫做所谓的七大山 七大山就是刚才虚密山的周围围绕着 那么这些山环绕虚密山 依靠下等风节脚巴而形成所有的珠 在它们的外面是铁尾山 铁尾山它中间有四大部珠 山的中间就是大海 七大海 然后七大山过了以后 我们所谓的现在南尘部珠 白居禄珠 四大珠和八小珠在这里 然后在这个外面有铁尾山 若问铁尚的本质是什么 刚才包括铁尾山和虚密山 它们的本质 也就是说它的本体是什么组成的呢 从铁尾山到最后铁尾山之间的七山 是净子组成的 按照俱世论的观点的话 这些山不是一般的大地 就是我们现在这里的山全部是土山 不是这样的 全部是净子组成的 然后铁尾山是铁山 众生的业力相见 这些都是变成金银 这些金银 然后虚密山的四众 它虚密山的四众的自行是东南西北 分别为银子流流 然后红宝石和金子组成的 虚密山的那一面是什么珍宝呢 就是那一方的 不是 我在这里读的时候不对 我想是时间不行了 虚密山的那一面是什么珍宝 那一方的虚空也是显得如是的颜色 所以蓝方是流离 一而蓝灾不足的上面的天空也是显得蓝色 如果是金子部分的话 整个虚空也是金色的 如果它层面是红宝石的话 虚空也是红色的 所以按照俱舍的观点的话 我们现在虚空蓝色的原因也是 虚密山本来它的四众有四种宝组成的 这样的话它的蓝宝石 它的光反射到海里面 海里面的话 海的这种光反射到空 因为空没有一个实质的 然后再这样的话 我们众生看到蓝天 蓝天边云的话就是这样的 但是其他族的众生 他看不到蓝天 原因是这样的 这个说法一定要搞懂 今天这样到这里 是什么时候 这些感觉 在音乐里面的数量 也就是这样的 在音乐里面的数量 如果是在音乐里面的数量 然后再生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